这张抓住之后,我觉得他偏能震撞 他我的个人就吓死了 还不是一个鬼,那是一群鬼 然后从头到底就是白布啊,这张鬼 大家好,我是老白,我又来了啊 这两天呢,有点累 那么天天呢,就是说另外的世界的故事 和阿飘的故事,有点伤元气 我们今天呢,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说阴间和阳间 那你们不要说我迷信啊 我今天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破除迷信 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事情 那等一下我会说到我被鬼压传了一个惊物 也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号 我们耐心地把视频看完 我们先说理论研究 然后再说我的情深运力 那我觉得啊,就大千世界云云众生 它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有两个连心 那既然我们活人啊,在阳间 那么死去的人啊,露起来 思想和精神它就肯定有一个地方要去 那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 当然了,阴间和阳间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因为啊,过去的认知的一个数 它比较狭义 比如说啊,阴间给人的感觉 就一定要灰猛,缺乏阳气 甚至是什么黑暗啊,恐怖啊这些 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啊 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 那当然我没有去过,我就瞎猜 那阴间呢,肯定是存在的 它是我们古代啊,一直认知的一个场景 那严格意义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异图的场景 再简单点,我就打个最简单的 它就是死亡后要短期内经历的一个场景 那先去阴间,过渡一段时间,然后再投胎转世 打个现在的比方,就是你冻牵了 国家给你一套什么冻牵安置房 那你先去住 那住一段时间啊,再到你的商品房去 那如果说啊,你死后 你不能去阴间 连阴间都去不了 那就变成我前面两天说的 就是伟越的公魂野鬼和蝶仙啊 蝶仙啊,蝶仙这类的 这就平时啊,就在阳间啊,飘来飘去 找机会啊,投胎转世 通常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啊 都是要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现代人嘛,对吧 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会把这种地方叫做什么 异度空间 那阳间就变成相对的现代空间 我感觉啊,就是不同的磁场空间和维度空间 那实际上都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本质呢,没有什么不同的 名词啊,都是人为定义 那你想叫啥就叫啥 我比较顺口的就是 下面的世界啊,另外的世界 那里面的那些呢,就叫做阿飘 那各路的朋友 那首先从场景上来说啊 我们如果先相信异度空间和现代空间 它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两者啊,都会有相应的人群 对应的人群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规则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那打个比方啊 那有些人呢,他一辈子生活在美国 那有些人呢,一辈子在朝鲜 那两者呢,是完全没有交集的 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纬度的 但是呢,各自都遵守了各自的社会规则 经历了生老病死 而这就是这两个空间的现状 既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存在 但是呢,因为维度不一样 他就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和交流了 偶尔能够交流 阳间的人呢,我估计啊 也不会主动的去找阴间的啊 那么阴间的阿飘呢 他要是混了不好 有事要找阳间的 那就肯定是只能是托梦 比方说缺钱了 我混了不好 我缺钱了,下面缺钱了 那么我要托个梦 给自己的亲人 你帮我烧点紫钱啊 烧点什么啊 亲人们就啊,烧点东西吧 到时间烧点东西 那这个风俗呢 肯定它这样流传下来 我觉得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说到托梦啊 我就碰到过一次 那是在 也是在二十多年前啊 我发觉我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都是在二十多年前 我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 我碰到过一次什么 鬼压床 还不是一个鬼 那是一群羊 那精彩的来了啊 那时候我小了二十多岁 第一次呢 到一个母厅去上班 那时候我是做的DJ 那第一次去上班 我肯定要早点去 表现好一点 吃完午饭我就去 那到了那里呢 收拾收拾呢 我就想睡觉 睡个午觉 那我就在两个椅子当中啊 就睡下来 那这一睡啊 我就开始琢磨 梦到什么 当时那个母厅啊 是黑漆漆的 因为下午啊 所以所有的灯啊 都关掉 就我那个房间啊 开了个灯 我就梦见啊 有很多的白衣人 不是白衣人 阿飘 很高很高的 然后从头到底啊 就是白衣服啊 就是穿围着 从头到底这样照相 他们啊 就来追我 那我能够吓死了 我就从那时候 KTV小包房嘛 从这个包房 逃到那个包房 从那个包房 再逃到后面 就这一路逃啊 逃啊 逃到最后一个包房 没得完逃来 我就被他们抓住 被他们抓住之后 我就在拼命挣扎了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然后我就突然看见 就是门一开 这是我在睡门当中 门一开 我那个同事啊 进来 进来之后啊 他就在拼命推我 因为从他的眼光看啊 我就在拼命挣扎 在椅子上拼命动 还拼命叫 那么他呢 就很紧张 他拼命地咬我 我在睡门当中 感觉啊 他就在拼命 然后呢 我被他一下子 推倒了在地上 推倒地上之后 我还是没血 从椅子上摔到地上 我还是没有血 我就记得他 不停地踢我 然后呢 最后呢 是靠三个耳光 就把我打醒 那把我打醒之后啊 他就问我 你怎么了 那你闷到什么东西了 那我就把我梦里的阿飘啊 这长什么样子啊 在干嘛啊 就告诉了他 没想到他一听啊 大惊失色啊 怎么大惊失色 他就说 你先别说 我去找老板 然后啊 他就把我们的老板叫回来 那当时啊 我那个老板一听啊 他没碰到过我吗 不认识 他也吓傻了 连忙呢 第二天呢 去找和尚来做一个法事 后来我怎么知道 因为在我去公司入职之前 有很多的这些同事啊 服务员啊 他们在睡午下 或者晚上 都看见过类似的东西 而且这个样子啊 就时候和我梦 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 后来没想到啊 就这个老板啊 把法事做完 没有多久 一个瀕临倒闭的舞厅啊 就突然 突然就爆发 充其的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知道了 因为经历过这件事情啊 我就会以为会打拼 那原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这就是什么 在上海的福州路和湖北路啊 在湖北路 这里原来是一个地砖医院 那我们那个舞厅呢 是在二楼 一楼呢 是那个餐厅嘛 二楼是舞厅 在上面呢 就是那些酒店啊 原来呢 这里是个地砖医院 那当然了 二楼那里 原来这是医院的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问 我也不敢问 所以呢 这就是我二十多年前 一次鬼压床的经历 那另外一次经历呢 你们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 就是说碟线的 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不多 我这辈子就亲身经历 就过这两次 所以呢 我就特别特别的相信 类似的事情 因为有亲身经历嘛 当然了 我们平时在网上 也会看到 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那我们不一定会去相信 因为你没有碰到 你不一定会去相信 就所以当个故事来听 但是啊 我想啊 因为相同的维度的人啊 就是你和我 你们和我 都是在阳间的 都是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通过 网络也好 通过电话也好 各种各样的信息 进行交流 那么阿飘和阿飘之间呢 他们在另外一个维度 他们肯定也是 不想交流的 只是大家的维度 和时间和空间规则都 那么另外一个空间的阿飘啊 比如说活生生的 站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到他 那么你站在他面前 他实际上也看不到你 但是并不代表于 我们两个空间啊 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啊 这时候啊 就是大家彼此相互隔绝而独立 就像隐形人一样的 但是呢 阿飘有一点不一样 他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啊 去找到你 就像我前面说到的 托梦啊 这种方式 那我们阳间的人 如果有事啊 他也可以去找阴间的阿飘 那比方说东北啊 有跳大神啊 这类东西 有些人说他是迷信 但是我觉得 流传下来的东西 可能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阴间呢 这个问题啊 你们先把小铃铛点好 订阅点 我下一次呢 就是做一篇 关于灵魂和魂魄的影片 那么你想 要是有灵魂 有思想 而且这个灵魂 离开身体之后啊 还能看得到之前的自己 那么它到底会飘去哪里 我想大部分人 还是希望有阴间存在 因为有了阴间 所以我们死过 灵魂才能得到灰心 那更大的希望 是能够挫胎转世嘛 你活着死了 就一了百两了 那样我们人类 恐怕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啊 那么为什么 不少人会选择自杀 他们的潜意是你啊 并不是想死 他们的潜意是什么 希望从头再来 而不是真的一了百了 他们逃避的现实啊 是无力面对这种坎坷 希望通过死亡呢 让灵魂得到解脱 让自己不再面对 现实生活中的那些 自己过不去的那些难题 那总结我的看法啊 你是希望阴间是什么样的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样的 那你希望它是温暖的 芳草必连天 仙鹤又飘飘 它就是这个空间 那你是希望 它是阴森恐怖的啊 思绪森严的 刀山火海 那它就是这个空间 总之啊 你想把它想成什么样子 它就是你思想的最终反应 好 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 我是老白 下次再来 我去说一会儿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